大家好,批评书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人真的是站队不方便 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判断力 稍有无声就是泥蹄千里 稍有无声就是错误 我昨天说过 按照我们的自然情感 你不骂普京是不对的 真的,有些人我有说也是 有说你中刻 但是有的时候你想想你的一个自然情感 比如说第一 普京跟细胞的走得这么近 你不骂普京 你说不过去 那你反共你怎么维系你反共的姿势呢 是不是 那我们搞了半天那不晚了吗 是吧 还有个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普京在战场上现在出师不力 现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你立马看见这个狗糙毛的这个共产党就开始要开始低头命状了 知道吧 就是他就是茶言观色 哎呦就跟老鼠一样的脸 发现你这个局面不对马上向美国是好,向澳大利亚是好,向日本是好,向欧洲是好 你看到没有 如果普京如果一血千里直接把这个乌克兰就给吞下了 那估计这会儿那个谁,习包子都已经挥石南下要打台湾了 你说是不是 那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说得亏是普京出师不力 得亏是普京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不顺利啊 所以共产党就把他的那个那个尾巴就夹起来了啊 就开始扔当装孙子了 知道吧 就开始向西方的投命状了 那就意味着台湾战战士就安全了呗 所以我说台湾这个地方啊是极星高照知道吧 极星高照 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台湾处在危险的状态是共产党建政以后 毛泽东把所有的部队都布置在福建嘛 要准备渡台湾海峡了 要输要统一祖国了是不是 这时候突然这个朝鲜战争打起来的 毛泽东不知道哪个人打错了是吧 又又把这个南方的部队又突然又调到北方去 结果冻死了一群傻屌年是不是 搞得我们罗昌平老师今天还为这个事情坐牢 又我去 这个事情你想想 如果当时不是朝鲜战场打仗的话 那共产党说不定真的就把台湾就给拿下了 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刚到台湾去 还没立文脚跟呢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场这个别的国家的战争 然后拯救了台湾 让台湾得以安安静 虽然也经历过很多事啊 国民党虽然也搞了很多缺德的事 但是好歹台湾的人 比中国大陆的人那要高 那要欣赴的十万八千里是不是 那人家是一文明国家是一民主国家是不是 你说今天也是 本亏是这个普京进攻不逆啊 所以呢这个习包子知道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 你还根本没那个实力你知道吗 我怀疑严重怀疑啊 这个普京和这个习包子在密谈的时候商量好的 我在北边干你在南边干 是吧 哎完了以后结果没想到普京这个不顺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无论是从台湾的角度 还是从反共的角度 你不骂普京是真的是说不过去的啊 我知道有很多个其他的想法 我也有 我有很多很多 就是我的这个局面啊 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叫做什么 就是眼光的问题 用这个知识分子的话讲就是个场域的问题 或者说用这个哲学的话讲就是个边界的问题 就是说你思考问题的边界 或者场域道理有多大 如果我仅仅盯住中国这个地方 那我毫无疑问的啊 我一定要这个骂死普京 一定要这个支持乌克兰 一定要什么 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是不是 因为这是自由的象征 是自由的自卫 才英文同学的话 就是我们终于尝到自由的自卫 如果台湾都被共产党吃掉 那还搞个屁啊 那不不玩了 干脆都自杀了算了 人家金鱼都知道自杀了 那我们这些人还狗活着干嘛 是这个意思吧 是不是 但是你把目光放大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没那么简单啊 所以看你的眼光 看你思考问题的这个宽度和长度 是真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两天这个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一打仗嘛 对就是信息战嘛 是吧 各种信息战嘛 那以前二战的时候 美国要轰日本的话 他要撒船单嘛 他们说 当时撒船单撒了半个多月 天天那个运输机 都没没没炮弹 就是撒船单 知道吗 给日本说 我们要轰你了啊 我们要扎原子弹了啊 你们赶紧撤赶紧跑啊 形成一种心理的攻势呗 是不是 就是说现在有互联网了嘛 啪他一下就都上去了嘛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现在的信息战这边 肯定是深层政府 肯定是主流媒体啊 肯定是这个乌克兰 肯定是欧洲 肯定是美国 他们是遥遥领先啊 普京的信息战根本就不行 搞不过这个什么 搞不过这帮人啊 但是最近这两天 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 真的是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普京也开始打信息战了啊 他这个手上有有有有两个东西 特别的结实啊 绝对是相当于原子弹级别的这个信息 信息武器 第一个就是他讲 他说你们他们的 如果还跟我这么磨磨磨叽叽的话啊 那就早两天不是说啊 你们不要动啊 你们哦 你们北约 你们美国不要动啊 你入冬的话 我就轰死你 我用核武器啊 我要让你们保障 你们从未保障的苦果 那就是核武器嘛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 但是他这个东西 那说是说 你要真动起来 那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不是 还有一个其他的武器啊 就仅次于这个核威胁的一些 个真正的信息威胁 我觉得也堪比这个核威胁啊 第一他就讲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呀 美国啊 你们那点东西 你们要搞什么 人类重置计划 你们要杀死杀死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人 我都知道你们干的坏事 你们过去干的坏事 你们将来干的坏事 你们现在干的坏事 我他妈都知道 你别跟我别跟我磨叽 否则我给你曝光 第一个曝光什么呢 曝光这个美国的911的真相 哎呦这个东西啊 美国911是个什么真相呢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的 我们都是从信息 从那个时候从报纸上看的 电视上看的是吧 后来有了网络以后 我们从网络上看啊 我是从来不相信 说说911这个事情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真相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两个楼都没了 是不是都垮了 飞机撞过去了 我们都看到了是吧 电视上都有那个东西 是不是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的太多了 知道吧 但是我还是不信 真的 我还是不信 后来有人就说 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啊 他说你就这么一个名行客机嘛 那个911的大楼很大很大 是不是 很高很高很大很大 而且很 他这个那么大一栋楼 你我们看见一个飞机 从这边的墙钻过去 然后从那边的墙穿出来 他们说有人就是物理学家 就计算了这个飞机撞墙的力量 然后穿出来以后 还是一架飞机的形状 然后他说你不觉得 首先第一 这个飞机不可能穿过整个大楼 第二即便他穿过了 他也不可能还是一架飞机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已经变成碎片了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尝试 你觉得这 你还不怀疑吗 还不相信吗 我告诉你 我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看到这样的分析 我还不相信 我觉得不可能 911哪有什么真相 就是911而已了 没什么的就那样 美国遭遇重创 双子楼没了 是吧 然后恐怖分子 就是主流叙事 我都相信的 直到川普总统去年的大选 真的 我看到了两个与当时的总统有关的 就是表现吧 一个是小布什 还有一个是小布什的副总统 切尼的 切尼死了吗 切尼的女儿 小切尼 我跟你说 就这么两个人的表现 我就开始动摇了 知道吧 小布什 你是个共和党人 是不是 你是一个保守党人 你 小布什当总统 干的最让我眼热的一件事情 心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接近了王仪 余杰 还有这个李伯光 是吧 他接近了中国的基督徒 那你为什么要接近基督徒 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 是保守主义 是美国的民情秩序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是你这么明明 川普总统他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因为川普总统他不是个政客 是吧 他是中途杀进来的一个陈咬军 他根本就不是个政客 你至于你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职业政客 你的家族都是职业政治家庭 美国的几大政治家庭 希腊里 柯林顿家庭 布什家庭 是不是 然后什么 叫什么 还有好几个家庭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至于跟川普过去 川普一共就干了四年 是不是 他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 至于你那么恨他 公开的战术的反川普 跟民主党搞一块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胡疑 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勾结 还有就是那个副总统千尼的女儿 那更失心疯 你说你说川普总统做过什么事情 你非得把他送进监狱 他到底做过什么事情 是不是 你现在回头看见他没做过什么事情 他当了四年总统经济好的不行 是不是 然后全世界处在一片祥和的状态 没有战争 真的是 他做过什么事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 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毛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开始狐疑了 所以今天说普京说 我要曝光你的这个什么911的真相 你们这帮孙子搞的最缺德的事情 你们在那里假装给你假装和平 完了以后你们说我杀了多少人 你们搞的911是人干的事吗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很震撼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拜登他的家里 他的家族在乌克兰有大量的几百亿的利益 拿了不少钱 说这个美国 说这个普京手上有铁针如山的证据 是美国的这个现任的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 在乌克兰的巨大的利益 这个东西我是知道的 因为早之前在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曝光这样的事情说当时乌克兰的就现任的 这个演员总统跟川普打了一通电话 知道吧 后来就把这个电话就曝光了 知道吗 这其实是一个局 这个东西我也我也知道 是个局后来就以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为理由 完了就民主党就很快就发发动了一场弹劾 想把川普赶下去 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了知道吧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有问题 这个我都不管我都不管也许是民主党瞎搞的也许跟这个总统没关系 因为当时那个总统也说了 他说我们没说什么别的话 是不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亨特拜登就是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有巨大的利益 普京真的是有真材实料 真的是有真东西 所以你看前两天这个开了个记者招待会 有人就问这个拜登 他说总统啊 他说你你不觉得你低估了这个普京吗 他现在把事情搞这么大 你你打也不能打 你你你不觉得你很被动吗 拜登就这两眼两个老花眼就盯着那个记者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接话你知道吗 整个现场非常的尴尬 那个摄像头对着他对着的快一分钟 发现他还不说话 赶紧把摄像头就转移到一边 起来就不对着他了 这半天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他自己也心里明白 他在乌克兰是有利益的 他也知道普京肯定知道他有利益 知道吗 这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 他就开始怂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讲啊 这个热闹渴角着是大了去了 渴角是大了去了 所以我们说了啊 就是你你这个你这个更大的热闹 就是乃琳啊 这个普京这个人 他在战场上没那么顺利 他就真的要潜于基穷 威胁要报这个美国911的真相 而拜登呢不敢接招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吧 所以我说过啊 我们在中国范围之内啊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我们只考虑中国 只考虑台湾 我们只考虑这么两个地方 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要骂 骂普京 普京就不是个东西 就是个战争贩子 就是个垃圾 就是个包子弟的这个同穿一下裤子 同说一个老婆的货色 是吧 那必须要骂 得亏是普京战场失利呢 所以我们的台湾自由 自由的旗帜 高高飘扬 是不是 我们台湾是极星高照 是吧 这个东西很有道理的啊 现在又有这个一个前任的五星上将访问台湾 过两天这个人见人爱的啊 瘦得像个杆的这个蓬佩奥同学也要访问台湾 好事啊 是吧 好事 真的 因为台湾安全 我们所有人说中文的人就觉得还有点希望 有点盼头 如果台湾有一天被共产党拿下拿下了 那我们台湾不活了啊 但是你一旦把整个的眼光扩充到全世界的时候 有些事情我们就开始打嘀咕了 知道吧 我们就那怎么办呢 你说我们怎么办 看热闹啊 是不是 不要那么急 不要那么着急表态 在自己能够关注的问题上发出你的声音 反对共产党 热爱台湾 我告诉你 热爱自由 但是其他的问题 我没有搞明白的情况下 先不要着急 先看着 搬着小马大 看热闹 看美国的911到底有什么真相 谢谢